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 我們的作品是 車電網不留或不堆疊車載平衡系統 平衡是穩定的基礎 我們常在電視上看到貨車的貨運因堆疊不平衡 導致過彎時容易反復 不只是貨車還有一些交通工具 像飛機或船等容易對機更反復 為了達到安全平衡我們設計了一套系統 今天我們將這套系統套在貨車上 以減少貨車的貨運因堆疊不平衡而導致反復 我們的系統分為硬體及軟體兩部分 軟體以Arduino來顯Mega328的單晶片程式 使用VB來撰寫系統的開發介面 硬體方面 在車頭前後4點加上重量感受器 將所求出的資料透過AD轉換 將類比訊號轉成數位訊號 透過單晶片處理 將RS-1232 中等資料傳遞給電腦 再利用我們所開發的VB程式 修出重視的位置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作品說明 這是我們的車載同能系統 我們在車頭4個角落測試的重量感測器 主要是用來測量貨物微解平衡緊緊 貨物的重量再經由AD轉換器 由LAB轉回數位訊號 再經由單機面處理 傳送至RS-1232 再傳送至我們的電腦 進行處理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我們的同能測試 我們的系統分為三個單元 貨物運送燈污 最佳化貨物堆疊計算 車載平門偵測 當貨車是CF開始運送貨物時 你就可以開始進行運送 當貨物自動無能閉後 你可以進行最佳化的貨物堆疊計算 這是今天我們要運送的貨物 貨物進行計算後 排放出堆疊的方式 或車司機可以根據貨物堆疊的擺放方式來擺放貨物 擺放完畢後 可以進行車載平衡偵測 當貨物堆疊完畢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車載平衡偵測 當中心偏離大於10% 就於性追4% 重心偏離大於10%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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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們的實驗證明 當我們把濕共路置於4點 重心則會落在對角線的交叉位置 當我們把貨物集中於對角的位置 則重心也同樣會位於交叉的部分 當我們把所有貨物集中於同一邊時 重心則會落在較重的部分 而這時可能就會發生落車寬複的意外 而我們的平衡系統 能隨時偵測出貨物堆疊的方式 是否達到平衡以預防貨車繁複的意外發生 解說完畢 謝謝平衡 這次我們把貨物集中心偏離大嶼生 車載平和監測 當掉了 蘇聯儲 才看不到 好 不然 這個 可以 正確 , 是 谢谢观看